央视新闻的网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的画风有点不太一样 看看 我今天穿的是非常非常非常 充分的一个防护服 一个防护的一个状态 那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今天为什么要穿成这样呢 因为我要上一辆特殊的车 这是一辆什么样的车呢 让我一定要穿成这个样子呢 OK 现在我就让大家看一下 好 这是一辆我们的医护专车 谜解开了 为什么上医护专车就要穿成这个样子呢 按照咱们现在医护专车这样一个规定 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运营人员 或者是说非乘客都要一定要把自己按照规定 穿成这样一个做一个充分的防护 穿上防护服 戴上口罩 眼镜 那我为什么说今天我一定要采访一下这辆车呢 这个事情也跟我们昨天同事有关系啊 因为前两天我们同事在跟我们的医护工作人员聊天的过程当中 由于武汉的公共交通都已经停了嘛 所以呢 医护人员他们上班和下班的这样一个通勤 可能问题相对来说凸显一点 这个过程当中呢 有的医护员就给我们介绍说他们现在感受到的是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种 通勤上的这样一种支持和便利 原字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是源于咱们现在有更多的这样一种医护专车 那我们今天就联系到了这样一辆医护专车 他刚刚打过电话 他刚刚送完一个医生回家 我们就插空去采访一下 我们去采访一下这个医护专车和这个开车 开这辆医护专车的志愿者 李姐 你好 你好 我是刚才给您打电话的小吴 你好 你好 我们就是到医护专车了 我先把光线开开 李姐 怎么样 刚才送的医生是医护人员是从哪儿送到哪儿的 是从光谷医院送到武昌的防疫 这是您今天接第几单了 今天第八章了 今天第八章了 那您看来您每天的这个时间还真是挺饱和的 您每天几点出来 早上是七点钟上班 然后晚上一般会八九点钟 一般会八九点钟 对 对 李姐 您是咱们 您是哪儿的人呢 您是一直在开咱们这个专车吗 我就是本地人 没有 我是 就是这几天最短时间在开 我自己 有公司 现在目前也在中益保险公司的工作 哦 对 那您是 是怎么着 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 知道 这个有这样一种车 并且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志愿者的行列里呢 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发了一二维码 到群里 然后我看到很多人都在那个地方点 说进不去了 我也觉得很奇怪 我也就点了 但是也没进去 我就问了一下我的朋友 我的朋友说 这是那个加入志愿者 就这样 然后他又 就这样 我就进了这个群里面 后来又发了个二维码 我就进来了 哦 那您当初 参加咱们这样的一个车队的时候 等于是说您之前 并不是的就是专门开专车的司机 您有自己的公司是吧 对 哦 那您参加了咱们这个车队之后 车队有对咱们这些志愿者们 有没有什么一些要求啊 或者是说一些防护上的一些培训啊 有的 我们报名的时候 就是要审核我们的驾照 然后要了解我们这个行车的事故率 我觉得他们做得非常好 然后就是在防护这一边 这块来说的话 他们就是 首先就是将我们如何去自己保护 然后就是车上消毒 我们带了医护人员之后 就是每一刻就要消毒 每一刻就要消一次毒 每一刻就要消一次毒 每带一次课就要消一次毒 那么就是在就是规范的就是 那个地垫啦等等 然后就是每天的话 还要把车子开到江边去通一下风 嗯 真的不错这家公司 嗯 那个 我这个能那个什么冒昧的问您一句 那个 家里人知道您做这个志愿者吗 他们是以什么态度啊 我暂时还没跟他们讲 因为他们在外地 嗯 我也怕让他们担心 因为我本来也是要出去的 但是由于这个疫情啊 就留在家里了 哦 那从您这段时间呢 接送咱们这些医护人员的过程当中 啊 咱们这个接送咱们这个医护人员 接送 咱们这个医护人员的过程当中 您接触到咱们这些医护人员 每上车之后 都是一个什么状态 其实每天早上的时候啊 就是去接他们的时候 他们每个人都就是 就是 就是心态还比较好 就是跟我们聊天啦 就总是很积极正能量 但是下班接回来的医生 一般上车之后 可能就是打个招呼啊 就休息了 然后我就感觉到很疲惫的样子 也很累了 很累了 连话都不想讲 您看您身为一个在武汉 我可以说是有事业 有自己的工作 有自己家庭 本来是一个这个 我说理解是平常 您是一个可能打专车的人 到现在面对这个疫情 然后您参 您变成一个开这个医护专车的人 并且还是一个志愿者 那也是因为一名武汉人 疫情发展到现在 结合您现在的这个工作 您这个志愿工作 您有什么话 或有什么感悟吗 对我们大家说 其实这个事情发生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的 但是既然已经发生了 我们也改变不了 那么我们就要接受这个现实 面对这个现实 我们都要积极起来 要跟这场这个疫情做斗争 然后我们只有我们积极阳光的这种心态 向往美好生活的心态 我相信我们也会 这个疫情就是很早也会退去 我也希望所有的这个 非常感谢所有的医护人员 他们都一直都在这个医线 为我们大家的这个幸福生活在忙里 他们用他们的精湛的医术 在帮助所有的老百姓 那对我来说 我就是用我自己 一所能及的帮他们做点事情 送从他们上下班 您说的真是太好了 其实医护工作者他们可能更多的是 医线区别那些疾病去救死扶伤 但是我觉得您 好 行 哎呀那个那我那个就 我看我看了您的手机 又有一单又有一单 那个乘客了 医护人员的乘客了 那行 那我们就靠边吧 然后您就去去去接咱们的医护工作者吧 感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直播采访 也也感谢您现在做做的这些工作 哎不信 这是我们武汉人应该做的 哎不信 好 李姐那就那就先忙 感谢您这次接受我们的采访 您路上慢点 谢谢 谢谢 再见